大家好,今天就講解一下 如果你的Mac機登入不了,可以怎樣做 所謂登入不了,我們分了兩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你忘記密碼 第二個原因就是不知為什麼 Mac機突然間不見了你的登入帳戶 今天我就試過一次 原因不明,不過我的兩個帳戶都消失了 於是不能登入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把Mac機內的系統設定 洗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重新設定 以及新增一個帳戶 大家要記得,做這個過程 你是需要面對一些打指令的時候 不是很難,很簡單,三句指令 稍後我們會慢慢跟大家去看看 第一件事,我們先要關機 關機的時候,要確保機真的關了 一開始畫面變黑,其實還未關機 接著會再暗一點 先真正關機 另外關機後,需要等一至兩分鐘 然後再關了,我們先先到後面 然後先把電源線開 如果你是Mac機的,當然可以拆 但如果你是MacBook那些 就不能拆 於是,就這樣關機就算了 我們拔掉電源線後 也要最少等一分鐘 等不夠是會有問題出現 現在9點13分左右 我就等到14分 最少14分 時間已經去到9點14分 夠一分鐘 我先把電源插好 先把電源插好 再把電源插好 再把電源插好 在鍵盤上 需要按Cmd鍵和S鍵 先把電源插好 先把電源插好 然後按Cmd-S 不要放 螢幕開啟後 有一個白色點 可以把電源插好 我便可以放手 來到這個Shell 即是打指令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些字是非常小的 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5K屏幕的iMac 所以這些字會縮得很小 首先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先按一下Enter 按完之後 你會看到Local Hosmo 好像Root 井 這個時候我們便可以正常打指令 來應用 先打指令 sbin 斜 yn 1 2 1 1 2 3 Cara 你可看到 很多物質 好了 你不需要理會是甚麼 等它一路完結就可以了 也需要等待一會 好,你見到這裡已經完成了 不需要理會,等待一會 完成後,我們再按一下 ENTER 第二句指令 RM 空格 斜 VAR 斜 DB 斜 1. 接著是 A APPLE 接著是 SETUP 接著是 D ONE Enter 這個 用來做甚麼呢? 其實是讓我們去 取消了 APPLE的 config file 取消了之後 就當你新機的重新設定 最後我們再按一個 REBOOT Enter 接著 Mac機就會重新自己開啟 現在Mac機重新開啟之後 就有語言的設定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跟回 設定一步 用一個新的Mac機 這樣設定 選用Language 文字 我就當選用英文 接著 Enter 接著 設定你的地區 另外 鍵盤 我選用英文才算 另外 設定你的Wi-Fi 我不設定了 我繼續 繼續 繼續 接著 問你要不要 傳送資料 去Mac機 那你就選擇 不需要傳送 最底的選項 接著 問你 Apple ID 要設定 你也可以選擇 不設定 當然 你可以先設定 那我就不設定 下一步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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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設定 一個新的帳戶 譬如 選擇 選擇 賬戶 名字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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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密碼 再下一步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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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機 接著 你要做的 有幾個 先去設定 System Preferences 打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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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新密碼 就可以重設了這個帳戶的密碼 同樣地我亦可以重設下面這個帳戶的密碼 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拿回這兩個帳戶來用 你這個新的帳戶出來之後再刪除 又或者留住它也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你忘記了密碼的時候做的步驟 但如果你不見了帳戶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用怕的 你的檔案應該還存在這個硬碟 首先我們就要去Finder設定 System Preferences 選項 開啟之後 確定你要拿回兩項項項項 我們看看 再看看 那你先要拿回Harddisk 下面這個呢 不剪也沒有所謂的 不過我喜歡剪掉 剪掉之後呢 我們就留意到 在右上角的地方 就有這個硬碟在這裡 再打開之後 我們看到裡面有幾個資料夾 一個叫Users的資料夾 按下去之後 如果你真的不見了帳戶 應該 帳戶相關的資料夾 依然存在 譬如這兩個資料夾 這樣 那你就可以走進去 資料夾 看看檔案 譬如這個 我按下去 你按下去之後 就看到有些資料夾 在這裡 但是有一個禁止符號 就是你按下去 按下去 如果你是不見了 這個 帳戶 那你就用回 現在新造出來的帳戶 那個密碼 就可以解鎖回檔案 那方法是怎樣做呢 很簡單 我就當找回Documents 這個資料夾 我想拿回檔案出來 於是我就 right click 那你發現 沒有得right click 這個時候 你需要right click 那right click 怎樣做呢 原來 我們需要去 下面這個位置 System Preferences 開啟 開啟 開啟之後 我們去滑鼠 的設定 開啟 secondary click 即是right click 的選項 然後 我們就可以去 right click 我想把這個資料夾 恢復出來 這樣就選擇一個 叫做Diplicate 複製它 按完之後 它會發出一個 dialog box 去問你 它就說 需要你的密碼 系統管理員密碼 才可以做這件事 那你就按 continue 繼續 進入我們剛剛做的 這個新帳戶 那個密碼 它是系統管理員 進入密碼之後 它立即 就把 Documents 本身 有一個 紅色禁止符號 複製出來 我們 double click 進去 其實就會看到 裡面的檔案 我現在Documents 裡面沒有檔案 所以你看不到 有東西 這是一個示範 我找一個有檔案的 試一試給大家看 例如這個資料夾 我看看 我想知道 Desktop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我想拿回另外一個帳戶 Desktop 的資料 我一樣 Dublicate 按 continue 然後 進入密碼 它就會把我的Desktop 複製了 一個Copy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東西 開到裡面的照片 如果你要 那些檔案 基本上 都是用Dublicate 的方法 就能夠全 最後 我們看回第一句 指令 就是Mounts 的指令 記得有空格的地方 就一定要打回 有斜的地方 就小心 不要打錯另一斜 第二個指令 其實就是RM的指令 就是Remove Remove 某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 Apple config file 設定檔 讓它要重新設定 當作新機設定一次 最後一個指令 就叫Reboot Reboot 的意思就是 重新開機 今天的教學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